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 而早晚的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 感受稍微凉快一点 时时来看到高温资讯了 今天各地的天气刚刚说到都是非常炎热的 尤其在中午前后 高雄市发布了高温提醒亮起了黄色灯号 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 来看到这礼拜的天气情形了 明天太平洋高压势力稍微的减弱 各地午后雷雨发展的情况可能会增多 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 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状况 白天的高温还是有31到33度 依然是白天炎热 夜晚清晨空旷地区比较凉的天气形态 礼拜五到周末的期间 转吹为东北风了 迎封面的北北基逸桃 还有在宜花东恒春半岛一带会有局部短暂震雨出现 而新竹以南仍然会有午后热对流雷雨发生 山区的降雨机会会比较高 要特别注意 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 就有机会降到30度上下 新竹以南的地区白天高温 还是有31到33度左右 因为这波的东北风 还不算是真正典型的大陆高压带来的东北季风 所以还不至于有比较明显的降温情况 最后来看到小丁宁提醒大家 今天各地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之间 高温炎热 外出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 还要提醒大家午后南部地区 大台北以及各山区会有短暂雷震雨发生 记得要攜带雨具备用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